好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加全指数目前是上涨262点 来到17923点 可以看到说今天早盘是呈现开高走高 这个表现相当的强势 那么当然最主要可以看到说 在今天整体走势 主要可以看到说在上个礼拜 这个周五的时候 美国股市的表现相当强势 所以今天当然也是带动整体 在雅谷的表现是非常的强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在盘面上的观察 我们电话线上要请照到的是 华冠投顾的范震宏分析师 老师早安 四星早 观众朋友大家早 请教老师看到说今天是呈现跳空开高 那么盘中的高点是创下历史次高 盘面上很多的族群表现都非常强势 尤其像是航运跟钢铁 在上个礼拜震荡过后 今天还有不错的表现 还有就是在这次业绩脚出漂亮成绩单的 这些个股族群 也有非常强劲的走势 老师怎么看待现阶段在操作的策略 好那也要我们先看大盘 因为美股周四全面上涨 那其中其实上礼拜 比较弱势其实是肺帆 因为肺帆是有破月线 那昨天也涨回来 那道琼其实是上短线新高 所以正义来说 就是我上礼拜 上礼拜 上百五没有连线 没有连线 那我其实我地盘我稿是写到 其实这一波真的修正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几个原因 一个是短线没有头部 因为你看星期五跌 跌破十字线 那你说就算最差好了 它顶多也是一个 那个多头面的修正 那在短天没有头部的状况下 修正完一天还会怎么样 还是会再去挑战前高 有这个机会再去做一个上涨 那另外就是从指标观察 其实这个KD 上礼拜蛮多人在讲 就是说这个KD从动画区掉下来 势必要进入修正期 也没错 不过通常大家留意 KD从动画区80以上掉下来之后 通常也还会有一次 再去做一个攻击 那最不好通常就是会形成背离 那所以这一波就可以观察 这一波在挑战那个万八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背离状况 那当然短线来说 我觉得今天急涨 大家也不要去做过度追加 因为我觉得短线来说 大盆在这边见上 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的状况 另外美股这周还有财报周 所以我觉得短线指数 在震荡机会还是有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那这个个股方面 其实今天早上来看 大家说钢铁行业还是比较强势 不过钢铁其实陆续开始有一点 有一点开高走低 不是没有说到说大跌 但是就是一些涨停板的陆续有打开 那所以从成交比重来看 刚开判的时候 那个钢铁成交比重大概是12到13% 那目前稍微掉到剩下9%的比重 那所以资金跑哪里去 大概就是比较明显是 但是说今天的电子成交比重42% 终于大于航运了 那航运今天的比重是掉到31%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钢铁航运电子的成交比重 其实都稍微有略降 那跑哪里其实跑到金融去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 我们的这个全资股里面的 富邦金国泰金 这个涨幅是有点夸张 因为金融股涨重涨幅其实很少见 富邦金涨6%国泰金也有6% 那所以呢这资金很明显跑到这个受险相关 那这个状况下我就觉得说 短线就像我前面讲的 不要过度追高是第一个 那买股还是尽量压回买 那就是多抓一些 就是最现阶段的买金策略 可能就是低买高卖账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其他强势族群的部分 其实比较明显是看到这个MOSFI的部分 那MOSFI就是马来西亚那边 就是说要封城嘛 就是其实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上那个周末新闻有传出来说 这个MOSFI相关啊 有可能还要再涨价一层 在第三季可能再涨价一层 那所以就激烈了今天MOSFI相关的 这个股价表现 那其实看了一下MOSFI相关这个捷利啊 尼克森大中复顶 其实里面那个业绩比较好的 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还是这个8261的复顶 跟这个5299的捷利 那当然说短线这个开高之后呢 这个捷利是锁住涨停板的啦 那副顶是稍微有被有一些卖压卖下来 那另外就是可能上礼拜 大家比较持续在关注的这个 ABF载板族群 就是锦缩新兴南店 那锦缩今天是陆续创新高 然后3037的新兴今天稍微开高走低 8046的南店今天也稍微开高走低 不过基本上都还是维持强势 那有些人就说 这个这么高价 那有没有ABF一些扩厂相关题材 那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 那个相关像这个8021的坚点 跟他同族群的凯威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受惠这个 ABF载板扩厂 那他们是做这个装孔设备 雷射装孔机跟这个带砖的那个业务 那当然说以营收来讲的话 在6月营收坚点是年载30% 然后持续再做一个创高 那今天虽然说突破之后稍微开高走低 但是我觉得说整个的PCB的旺季 其实上是在第三季 那ABF载板其实又持续有供不应求 那他们接下来需求量 相关的带转 或者是设备的需求 相关的量应该也是 还是会持续再扩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留意一下 这两间公司这个后续的 这个营收的表现 是应该还蛮有机会在持续再做一个创考 因为毕竟进入旺季 那本身之前像坚点这件法说也有说到 就是今年Q1已经淡季不淡了 然后那个整个接下来 因为今年整个ABF载板的掌控都非常好 那他们就有机会是逐渐的营收是走高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 持续去做一个观察 好刚刚讲到说 在这个盘面上 像是很多这种涨多的族群当中 像是要寻找什么样的这个个股来做布局 因为其实现在如果说上涨的话 今天很多也都创新高了 像是在这个ABF载板 还有像是刚刚老师提到 像是在这个MOSFI族群 如果说在布局的话 老师怎么看待要找什么样的标顶呢 好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现实上这波5月这个大跌之后的抢涨 其实蛮多股票都有回到季线上 然后也走出一段涨幅 那我自己目前观察到的一个比较麻烦的状况 是说蛮多的个股似乎都已经把 把下半年的展望都反映的差不多 就是去估算他们的这个目标价相关的状况 那所以变成说短线你要做一个持续创高的个股 变成说算是不能说稀少 但是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难找 这变成说当这个基本面都反映差不多 就变成要开始要反映明年的题材 跟明年的展望 所以大家可能要找的点一个 就是应该说以现在来讲 如果以第三季第四季的布局来讲 我就先找一个点就是说 去年下半年第三季第四季 营州基期是相对低的 营州基期相对低的 然后今年下半年整个展望相关是比较好的 那其实这个蛮明显 比如说像车用的 我是举例像车用28亿的强帽 那其实它去年就是一个什么 其实去年基期其实就没有到说非常高 它的七八九月算说年征也是正值 但是说它没有说到这个七八十%那一种 但是问题是到今年 它整个下半年的车用的需求 跟整个因为强貌也是有MOSFI的 那它车用明显大概二三十% 那所以等于说它今年下半年的展望 又持续再更强势的话 才有机会走出像最近这种行情 那当然这种方面就可以开始观察 明年的一个展望的状况 比如说明年还有机会相对于 今年再持续成长的话 那这一些类股 我觉得才有机会走出相对强劲的延伸的走势 因为毕竟我说嘛 第二季第四季其实眼睛都反映的差不多 那市场会去找什么 开始要去找明年的题材 好所以刚刚老师提到这个寻找去年下半年 基期地还有这个明年展望好的 那么对于说在这个马上呢 大家最关心这个iPhone 这个9月的拉货潮 这个部分对于说相关的平概股的布局 老师又怎么看 好平概股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似乎有点把下半年展望 已经反映一大段了 比如说像6669的台郡 这个是前阵子比较热门的股票嘛 那其实它攻到前高140出头的时候 其实短线呢其实似乎看起来就是 市场没有再持续再把目标价再去做个调高 那就等于说是不是说短线的展望已经符合预期 然后另外就是6月营收 台郡可能留一下6月营收啦 因为6月营收它其实是没有创高 那其实6月是iPhone相关的零组件的 这个拉货的初期的拉货潮嘛 那甚至台郡却没有 开始拉货营收却没创新高 所以比如说台郡要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7月的整个营业状况 如果说7月的这个比较正式的拉货潮 还没办法再做一个创高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台郡的股价压力会比较大 那另外像其他像是台表科 那台表科其实这个mini有一定相关的嘛 其实它营收是有创新高的 可是股价反应却平平 那当然说前两天这个大陆那边 那个天风正确公民起分离师是有提到说 这个台表科有可能会被利讯抢单 那我自己这边的看法是 我觉得机会不大啦 因为毕竟台表科目前的良率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好 然后所以在台湾的像GISKY 或者是说瑞宜 也有一直有消息说 要跟台表科去竞争这个订单 可是似乎是今年都是没有机会 因为良率 台表科良率已经不算太好 就是没有说到很漂亮的一个数据了 那GISKY跟瑞宜 更没有办法达到比它更好数据 那抢单抢不成 那力讯的部分我是觉得 感觉之前每天他们有做相关 S&T打建相关的 那所以这边他们要去做一个强势的抢单 我觉得机会应该不会是在今年 最快可能也是要明年啦 所以我觉得在台表科来说 基本面我觉得 基本面来说 我觉得台表科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股价如何去反映 接下来的获利状况 所以我变成说 最近的平概股 反而没有走出预期的强劲行情 大概就只有台并 只有那个624的这个巨顶 因为巨顶在那个相关把握元件出货 占比大概好像也接近五六成 那它是有比较强势的平概股带就只有台 但是它因为它还有其他的题材 像它去年并购那个Ticlet的车 车用LT散热HVT的部分 那所以变成说这块 目前只有看到巨顶是比较强 那其他反而表现的没有说 像预期的这么强劲 那反而是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7月引收状况